請收看 為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全民健康保驗 山高污染世間塵 傷不忍興奮清淨 風君老祖法全圈 中華三祖的流泡 攀岩子孫一萬年 各位三信大德 閒事同修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 為了要確保全民健康 讓大家更知道保健身體正確的理念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最優秀各科專業醫師群 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的問題 增加健康的專業知識 帶給社會 家庭 每個人都能夠平安 健康 快樂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邀請到的就是台中榮民總醫院 婦女醫學部謝曉雲 謝醫師 謝醫師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台中榮總婦女醫學部的主治醫師謝曉雲 是 謝醫師 在我們的婦科醫學部總共有多少醫生 如果是主治醫師的話 我真的還要想一下 很多齁 對 大概十五 十六位 十五 十六位 都是主治醫師 那下面還有十幾位的是住院醫師 所以主治醫師除了門診自己本身都要每一個人都會操刀 對 太厲害了 對 這些的專業知識不簡單 所以每一年或者是某些時候你們都要在出國去研究一些 或者是學習一些新的技術 對 我們其實常常不管是國內外 都需要一直在進修 或是參加研討會 去吸取更多更新的一個知識 服務大家 因為好像婦女病越來越多了 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生活 到底是生活起居的問題嗎 對 可能跟壓力啊 作息啊 對 現在人的生活荷爾蒙 可能這些都有一些關係 沒錯 但是謝醫師 我們這一節我們真的要談到的 很多人關心的 就是骨質疏鬆的問題 這個骨質疏鬆的問題 為什麼女性會比男性更多 這也是荷爾蒙的關係嗎 對 也是荷爾蒙的關係 因為我們女性其實在更年期之前 我們的骨質疏鬆的比例跟男性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可是在更年期之後因為少了荷爾蒙的保護 所以我們骨質流失的速度特別快 那骨質流失的快 那我們的骨質慢慢疏鬆之後 可能骨折這些的機率就 發生率就比較高 所以我們到80歲的一個年紀的女性 大概有40%是一個骨質疏鬆的一個病患 比例非常高 是 常常聽到老人家不小心一跌倒並沒有很嚴重 但是骨折了 某些的地方都會有 但是停經的婦女為什麼比較容易 這個荷爾蒙跟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荷爾蒙都一樣嗎 就是雌激素 雌激素 就是女性的荷爾蒙嗎 對 女性荷爾蒙它在我們的更年期的這個階段 因為快速流失的關係 那本身它在停經之前 因為它會讓我們的破骨細胞 它的這個吸收代謝變得比較慢 那當它流失變快的時候 那我們破壞骨質的這個速度變得比較快 所以我們的骨頭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本來是一棟房子 它的孔洞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它的疏鬆的速度是越來越快的 是 來不及補啊 如果年輕一點的話 它可能漏洞多了 它就一直薄薄薄 都可以的 但是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荷爾蒙的關係 來不及補這個漏洞越來越多 到時候就是骨質疏鬆了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一般哪一些的活動可以幫助我們延緩骨質疏鬆 這個運動的話 它其實有分很多種 大家其實 女性通常 大部分我們在我們門診看到的 其實大家好像還是比較喜歡一些 比如說太極拳啊 或者是在這種就是 或是快走啦 慢走啦這些 那或者是游泳 那其實主要還是有一些負重 也就是說對你的身體有一些負重的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可能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以可能跳舞 游氧 爬山 快走 或者是踏街 比如說我們有個階梯這樣子 上下上下這樣子的踏街的運動 讓你的這個關節可以去承載 你一部分的一個身體重量 的這樣子的一個運動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像是騎腳踏車 或者是說這種游泳 它可能關節是比較沒有負到重量的 這個目前的研究發現 對骨質疏中的預防是比較沒有幫助的 不過你剛剛提到就是說爬樓梯啊 或者是跳舞啊 運動啊 這我想應該是適量吧 因為我有一位朋友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是為了怕自己太胖嘛 所以他就會每天用完餐的時候 中午吃完便當 他就在我們他辦公大樓 就這樣從一樓爬到十二樓 然後再下來這樣子 長期這樣下來以後啊 他說他的這個骨頭 關節的地方已經磨損了很多 有這麼一回事 是 這個關節的過度使用 還是對我們的關節會有一定的耗損 所以我們其實建議的量呢 還是根據這個國健署建議的 就是一個禮拜運動大概最好是五天 那一次大概就是三十分鐘 那心跳大概有到一百下 或是一百一百二十下以上 這樣子的狀況就可以了 對 而且你不用執著在同一種運動 最好是多種運動去搭配 也比較不會就是興趣會疲勞 對 那也可以相輔相成 因為某一種運動 他一定有一些肌肉是沒有使用到 沒有運動到的 所以不同種的運動去搭配 效果還是會比較好 是 還是要多元 就像我們吃東西一樣 你光吃這樣東西 然後執著這樣 可能其他的還有更多的營養嘛 不過提到這個吃的問題啊 哪一些的吃的 譬如說有人說補充維生素啦 或者是維生素D啦 或者是什麼東西 到底真的要補充嗎 目前我們的這個補充的部分 大概還是針對鈣質跟維他命D 對 那鈣質的話 其實我們一天的攝取量 會建議在一千毫克 大概是一公克 那飲食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一些奶製品 譬如說牛奶啦 起司啦 然後還有一些小魚乾 餡菜 紅鳳菜這些 它是屬於鈣質比較豐富的飲食 那維生素D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它除了飲食之外 它還需要靠日照 就是我們的陽光照射 身體裡面去合成 那以我們目前女性愛美的程度 因為你照了陽光之後 你就心裡想 那我的班長出來了怎麼辦 對啊 沒錯 可能還要花更多錢 所以目前呢 可能比較有效率 又不會就是 不用再花錢去美白的一個方式 大概可能就是 真的是直接補充維他命D 對 那維他命D 大概停止以後的攝取量 一天最少是400國際單位 對 那房間其實現在 已經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配方 那其實藥費也不貴 我們就是它當作一種 保健食品去攝取 是 對 所以現在是建議的 是建議的 可以吃的 我自己也有在吃 就是說我們的 維生素D 牛奶 對 是是 但是低的話 如果曬太陽更好 但是如果曬出斑的話 真的 而且我們現在外面的空氣 也不好 沒錯 因為要足夠的維他命D 其實根據研究 你如果每天要製造 這樣子多量的維他命D 400國際單位 你可能要在正中午 大概在12點 你要站在太陽光下 大概要站30分鐘 30分鐘 不能擦防曬 所以這對很多 不管是我想 連男性可能都受不了 何況是愛美的女性 我想這個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沒錯 所以以前我自己都有一個迷思 我說 喝牛奶 因為本身喝牛奶就會脹氣 或者想要上廁所 那維生素D 維他命呢 自己身體又沒有怎麼樣 幹嘛要補充 這個觀念應該是錯的 這個觀念 因為我們的造骨 它是需要原料 就像你蓋房子 需要鋼筋水泥一樣 我們要骨頭 其實它不斷的會流失 所以我們需要繼續的補充 補充它流失的部分 所以你其實需要提供我們的骨質 足夠的原料 那原料最重要的 還是鈣質跟維他命D 所以你雖然還沒有覺得不舒服 還沒有覺得症狀 可是當你發現不太對勁的時候 通常那個時候去檢查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剛剛我們謝醫師他一直提到 聽見後的女性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所以骨質可能會快速的流失 再來就年紀大了 難免一定會 骨質也會慢慢的流失了 所以快速的流失這個骨質的話 其實這對我們骨頭的保健 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是 快速的流失 就會造成我們的骨質的鬆動 那一旦有骨折的話 就會造成斷裂的這個問題 就是會花費非常多的心力 去做這樣子的復健跟復原 甚至身體狀況可能也很難回到 這個骨折之前的一個狀況 是 對 那我請問一下 我們骨質疏鬆的時候 有什麼症狀嗎 骨質疏鬆的時候 一般來講是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對 是 所以身體其實不會出現很明顯的訊號 那目前可能可以觀察 比如說家裡可能有長輩 你要怎麼樣去注意說 到底有沒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大概有幾個點 我大概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他走路的時候 開始會不會脫背 脫背 甚至如果說他剛好有去醫院 或是家裡有升高尺 你可以讓他量一下 他如果說本來是175公分 身高降低了5公分以上 那就表示他其實是骨質疏鬆 他不會莫名其妙的減低 表示他的脊椎骨的這個結構 他其實開始鬆動 他東西的孔隙越來越多 所以開始慢慢把脊椎壓扁了 堆疊了 對 所以他的身高就變矮了 或者是另外一個可以去評量的 就是請家人 老人家靠牆站著 那你看一下他的這個就是肩膀 有沒有離開你的那個牆壁 有沒有超過一個拳頭 如果超過一個拳頭的話 表示他也是開始有 站不直了 因為骨質疏鬆 造成的駝背的這個問題出現了 這個都是一些警訊 是 對 可是如果沒有去做檢查的話 這個大概是一個客觀的 一個量測的方式 大概幾歲以上就可以自己測看看 這個的話其實大概 如果是女性的話 可能停經以後 每年都可以自己注意一下身高 那我們醫院其實是有一些 骨密度的測量方式 是 對 他是用照射X光的一個方式 他去做計算 那我們照射的部位 大概就是在這個髖骨髖關節 跟這個脊椎 去看一下他的骨密度 那如果說有定期在做檢查的話 醫療院所也會把他跟之前的 你這次的數據跟上次的數據 做一個比較 看一下骨質疏鬆流失的速度 它其實是一個數字 我們大概就是會檢查說 比如說你的左邊的髖關節是0 那就表示說還可以 還可以 對 那如果說一旦到-2 甚至到-2.5以下 負值的話 表示已經有骨質疏鬆了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要跟醫師討論說 是不是開始要做一些預防措施了 是 沒錯 那如果去測試了 當發現到這些問題了 那醫生會怎麼樣的建議 對 那要看檢驗出來的數值 跟有沒有骨折 那目前因為健保給付的這個條溫 它其實是比較嚴格的 當它要給付 我們雖然現在骨質疏鬆的用藥有很多 可是除了鈣質跟維他命D之外 其他的用藥因為費用也比較高 所以除非有骨折 然後骨密度檢測有明顯的骨質疏鬆 不然的話健保是不會給付這些用藥的 所以這些用藥我們就是要看每一個病人的狀況去做挑選 看病人適合什麼樣的一個藥物 有口服藥 有針劑 有一個月打一次的 有三個月打一次 有半年打一次的 對 或者是荷爾蒙 這可以延緩嗎 可以延緩它骨質疏鬆退化的一個程度 對 那會不會可以再補充 要再回來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一旦發現骨質開始下降的時候 最好是如果可以的話 當時可能就要盡早開始補充 是 那有一個問題 現在因為大家健保很方便嗎 我們檢查骨質疏鬆的這些 你剛剛說這個密度要費用嗎 這個第一次檢測是要費用的 對 除非說已經之前檢查過 已經證實是骨質疏鬆了 那後面的追蹤是可以健保給付的 那第一次如果是沒有骨質疏鬆的情況之下 要做是要自費 大概一千多到兩千左右 是 是 是 所以在一般 剛剛謝醫師有建議就是說 我們蓋子攝取的來源嗎 那一般吃 除了說小魚啊 大豆啊 是豆類嗎 豆類主要是荷爾蒙的部分 是 荷爾蒙的確也可以補充骨質 那在蓋子這一方面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攝取 現在有沒有骨頭湯 怎麼熬 骨頭湯其實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金屬的成分 所以骨頭湯現在其實也不建議 是 是 所以大概還是以就是魚啦 然後魚乾啊 牛奶啦 起司啦 或是優酪乳 是 是 是 現菜這些 只能這樣子了 對 那另外呢這些蛋白質跟維生素的來源 一般 蛋白質當然 雞蛋或是肉類 當然就是新鮮的 然後選擇好的一個屠宰方式這樣子 好的保存 對 我有發現就是說一般常素的人 因為他們好像蛋類有些人是有吃的 那有些肉類他當然就是不用說啦 這些人 有些人他也保養得很好 但是有些人還真的是骨子疏鬆得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有些人是變矮了 是 感覺是如此 對 會去評估一下嗎你們 對 如果是如素的一個同胞的話 我們其實會去看一下 注意一下他的營養狀況 那剛剛主持人提到就是 一樣是如素的一個病患 那為什麼每一個人的狀況好像差異很大 主要可能還是跟生活型態 因為我們剛剛講其實飲食不是絕對 當然還有其他的影響方式 比如說體重其實也會影響 抽菸也會 是 抽菸的人他其實骨質的密度會比較差 是 那停經之後會更明顯 那體重的話 可能會跟我們平常認知不太一樣 體重的話他其實是瘦的人比較容易骨子疏鬆 過瘦的人 那我們有一個身體質量指標就是BMI 那我們的計算方式是把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也就是說今天你如果是50公斤 那就是50 然後除以比如說你的身高是150公分 那就是1.5乘以1.5 就是50除以1.5乘以1.5 那這樣子算起來去算你的BMI 身體質量指標 那我們理想的一個質量指標 其實是在18到22或24 那發現說真的太瘦的病患 也就是說BMI在18以下的 它其實是骨折的高危險群 那目前其實不太知道為什麼有這樣子的關聯性 這是研究出來的 發現好像身體有一些重量 對我們的骨頭反而是有一些保護效果的 這個跟我們其他比如說心血管疾病 那種感覺它做起來的這個研究 感覺結果是相反的 不過的確有很多的文獻是這樣子記載 所以我們建議身體的這個體重 其實自己可能要學會計算一下 大概比較理想的體重 大概會在20到22中間 其實是一個標準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的問題 那太輕又會有骨質疏鬆 所以也不要太輕 是 不是說輕了就好 穿衣服比較輕挑 其實還是有骨頭的問題 不過還有剛剛您提到說研究之外 建議咖啡可以喝嗎 咖啡的話可能還是要適量 如果已經知道有骨質疏鬆的情況 可能咖啡最好還是少量 對 咖啡還是會影響我們的骨質 是 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也看了一些 我們在LINE大家傳來傳去 有一些就說 如果要心臟好一點 喝一點黑咖啡 可是這個又有一好又沒有兩好 可能會影響其他的問題 對 對 是 是 所以煙 酒 咖啡 對 酒的話目前認為就是 如果是酗酒 我們講的當然就是酗酒 當然是不良的示範 酗酒的話它的確發生骨折 骨密度會比較低 骨質疏鬆的比例會比較高 對 那建議的這個飲酒量大概 女生大概就是一天不超過一杯紅酒 男生大概就是一天不超過兩杯 大概是以這樣子的一個酒精含量 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們剛剛我們的謝醫師有提到就是骨質疏鬆的那些問題啊 就是在我們的更年期啊 女性呢絕對是大於男性 但是呢這個骨質疏鬆的 常常侵犯我們身體的部位 到底又是在哪個地方呢 骨質疏鬆的話 其實我們全身的長骨 也就是包括我們的手臂 我們的脊椎 然後我們的大腿骨 或是髖關節 這些都是受影響的高風險 有關節的地方嗎 對 有關節的地方跟比較長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因為骨質疏鬆發生骨折的高危險群 很多其實是換髖關節的也有 那或者是跌倒的時候可能手去撐地 是 手就斷了 對 沒錯 對 或是跌倒的時候大腿就斷了 是 對 大概就是這些長骨的地方 它裡面的空洞太多 破洞太多 非常脆 我們可以想像它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組織 心情一碰它就斷掉了 是 我們看過這個媒體的廣告呢 就是一個麵包這麼長 結果你把它切開以後裡面空洞很多 這就是我們的骨頭啊 對 骨質疏鬆的骨頭 就是如此 是 看起來是蠻恐怖的 因為它要支撐著我們整個身體啊 不過呢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有些朋友到了某些年齡的時候 他可能腰酸背痛 跟骨質疏鬆有關嗎 腰酸背痛的話 可能很多跟骨質疏鬆不用有直接的相關性 對 因為腰酸背痛大部分還是身體的肌肉跟韌帶 筋膜這些引起的 常常是因為姿勢不良 譬如說現代人的工作壓力 沒錯 打電腦 或是現代人的生活習慣 滑手機 所以我們的肩頸這個地方沒有得到適當的放鬆 血液循環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一個支撐 所以導致了一些筋膜炎 所以這個反而是比骨質疏鬆還要常引起 要酸背痛的一個原因 有一個問題我相信大家都看過 我可以提供給我們的謝醫師 我相信你也知道 有時候你看女性走路啊 大家看看身材也不錯 可是她兩個腿是這麼彎的 好像這腿就彎得這麼厲害 以前年輕的時候並沒有 那這個也算嗎 如果是年紀大了之後 尤其是更年期之後才發生的 有時候她的確因為骨質疏鬆 引起的骨頭變形 那可能不是 除了駝背之外 的確她的大腿骨 可能有一些變形的一個狀況 都會影響 就是很大耶 對 然後好像換了髖關節以後 她才會 這個膝蓋的關節以後 她才會變質 為什麼這麼奇怪我們不懂 對 有可能是她在這個膝關節 已經退化到一定的程度 可是她可能沒有去就醫 那變成她會遷就那個膝關節 她可能她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支撐 或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所以她會變成拖著腳在走 所以她的走路姿勢 可能就會變得跟平常差異非常大 易於常人 你就會注意到她 那當她關節有穩定的支撐的情況之下 她其他連動的肌肉可以正常的活動 她就會比較像我們一般正常人走路 運動的一個方式 是 對 有時候我常常在坐車 或者是外出的時候 我會在很多的人潮裡面 我去觀察很多的眾生像 譬如我師父 會員禪師也常常開始說 我們常常呢 萬生萬物都是我們的老師 所以我們要以悟引悟 所以我有時候像前幾天我看了一位婦女 因為我知道說今天要訪問到我們的謝醫師 也談到骨子的疏鬆 我看到這位女性呢 其實年紀也不是很大 她拿個拐杖 走路這樣一拐一拐一拐的 我就覺得說她應該就是很痛 所以我不曉得她是什麼原因產生的 骨頭真的是對我們很重要的 是 對 很多的女性她可能在 因為她有時候 有些她並不是突然的斷裂 而是她可能是長期的一個使用不當 或是變形 那她沒有去很好的 就是去做就醫或是診治 她可能去拉拉筋 或者是去一些民俗推拿 是 就覺得比較不痛了就好了 稍微舒緩就覺得說不錯 對 就比較好 可是她可能一而再而三 在同一個位置 也許在受傷 受傷或者是磨損 那導致說等她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就無法恢復 是 可能就必須要借助一些手術的方式 去做處理 沒錯 所以我想 很嚴肅也很重要的問題 有很多女性朋友 或者是骨質疏鬆 想要知道的問題 骨質疏鬆跟我們的藥物的治療 到底要怎麼做 因為它也不能開刀呀 對 骨質疏鬆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到 鈣質跟維他命D 大概就是兩個最重要的條件 是 我們的攝取量一定要足夠 當你飲食的攝取量不夠 可能就還是要用一些補充的療法 也就是我們的營養食品 保健食品 是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藥物可以分幾個種類 比較重要大概是兩大類 就是我們今天可能房子發現它這個好像快塌掉了 我們大概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它去抑制 因為我們有一些細胞 其實會把骨頭吃掉的 那我們其實就是降低這些細胞的活性 讓它不要一直把我們的骨頭吃掉 這種叫做抑制破骨細胞活性的一些藥物種類 比如說雙齡酸鹽 雙齡酸鹽的話 目前大概比較常用的 大概比較可以接受的是用吃的 口服一天一顆 那它吃的方式大概就是空腹 因為它會跟很多食物有交互作用 所以它可能早上起來 就要配大概200cc的開水 就是吃了之後先喝下去 然後再去吃早餐 然後吃完之後 因為它可能會有一些腸胃的副作用 可能會有一些胃酸逆流的狀況 所以吃完可能還要起來 稍微走一下活動一下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雙齡酸鹽的狀況 那其他的像是一些抑制破骨細胞的 有一些是蒸劑的一個部分 那就看它是短效型或是長效型 那看它的效用可以支撐多久 那可能時間到了 就需要再去繼續補充 那補充的時間 可能就要跟醫師討論 可能有些會補充三到五年 甚至可能需要一直補充下去 以維持它的療效 那另外一個種類大概就是 幫助我們的成骨細胞 讓我們的皂骨細胞 比較活躍 那就會預防這個骨質疏鬆 再繼續惡化下去 所以我想利用一點時間 請協醫師來關心大家 如何讓骨質疏鬆 讓我們預防 剩餘治療 那我們剛剛講到 前面提到的 包括我們的保健 從我們的飲食的部分 然後鈣質跟維他命D 也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然後我們的生活習慣 規律的睡眠跟運動 我們剛剛有提到 有一些的運動 其實是對我們的骨質 比較有幫助的 譬如說可能是快走 爬山 或者是爬樓梯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其他可能維持適量的體重 跟充足的日照 然後避免煙酒過量 大概這些都是 非常重要的保健的方式 好 我們真的很感謝 台中農民總醫院 尤其今天我們邀請的就是 婦女醫學部的 謝曉雲 謝醫師 跟我們談了這麼多 關心我們的朋友 如果你們有哪一些更年期的問題 或者是補子疏鬆的問題 或者試尿試鏡的問題 您可以直接門診 來了解一下更好了 今天謝謝謝醫師 謝謝你 感恩祝福你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同時也感謝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中文改為止 我來避免子 有一天3910-250 Earth 旅展望 不相信